在東倫敦的這個點心工場 在東倫敦這個點心工場 負責人余先生多年來 都無法在英國聘請工人 因而要從國內聘請經驗 超過三年的點心師傅 為他們申請工作簽證 來到英國來包點心 成本相對提高 為了節省成本 以及定下長遠的人力資源策略 而為了節省成本 以及定下長遠的人力資源策略 余先生就趁著歐盟東倫的機會 在06年初 決心在英國勞工署登記 寄望可以聘請外相點心的東歐工人 最主要的原因 為何要請東歐勞工 因為他們有合法的身份 還有他們相信 人比中國的勞工會多 所以我去試 最後 余先生成功聘請了三名東歐工人 但結果都是不歡而散 其中一名東歐工人 回了一日工 就說不適合立即辭職 不過也有一個做了四個月才放棄 因為可能他們的心態 覺得在英國做工應該不會那麼辛苦 或者做中國人工不會那麼辛苦 但事實與他們的想法可能有些分別 所以他們基本上不可以長期停留在一份工作 做得最長的英文就是最好的一個 我們教了他們出來 他願意幫我們做 OK 最好了 如果不願意 可能他去其他同類型的公司做 也不奇怪 余先生檢討聘請和管理東歐工人的經驗 認為歸根究底 除了這些東歐勞工 全有賺快錢和怕辛苦的心態之外 語言也是一個障礙 因為他們是不喜歡用腦的人 基本上包點心是一個技術性的工作 他們比較難接受 如果是一些死白黑板式的工作 可能他會容易接受 我們也不是用英文做第一語言 他們也不是 大家溝通也有少少問題 基本上他們東歐那幫人 懂英文的很少 很少 而且懂得很基本的 甚至比我們中國人懂得更少 此外 因為他們有合法工作身份 多數是抱著騎牛搵馬的心態 在工作一段很短的時間 就會要求僱主加薪 否則就會辭職轉工 雖然如此 余先生仍然會再接再來 嘗試聘請東歐工人來包點心 會 一定會 他們來到我們公司 也吃了很多 試了很多中國的食物 包括點心 他們都很喜歡 其實一直以來 我都希望可以請得到 一批比較好的 東歐的老公 因為始終我們公司 都是欠缺一班 由基層做起的員工 在這裡 所以就 都有這樣的可能 無線衛星台記者 廖子慧在倫敦報道 都在這裡 都在幹得了 現在綠子很多 還有很多 在這早到 太敘旺 中呼吸